2019年春运今天进入到第六天 今天是1月26号 通过互联网手机客户端 还有电话订票的方式 可以买到2月24号 正月20的火车标 为了温暖大家的春运回家路 各个路局都推出了不少的便民服务 我们来了解一下 今年春运 为方便旅客换乘 济南火车站新增设了 旅客综合换乘中心 联合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长途汽车站 济南国际机场三大交通部门 派员进驻火车站 为旅客提供出行中的信息咨询 换乘引导 交通接驳 首次实现了春运铁路 公路 公交 民航 四大交通网 换乘零接驳 出站口出去坐18 开往省立医院东远区方向 省立医院东远区 然后坐到解放东远区 这边可以买票吗 可以 挺好的 挺方便的 刚刚姐姐还帮我买票吃出来了 春运期间 刚刚投用的几轻高铁 资博北站 迎来首次客流小高峰 客流主要以学生流 和务辜人员返乡流为主 这两天 资博北站最大限度的扩大运输能力 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通过对正晚点 客流突发情况等信息数据收集和分析 做到精确判断 统筹资源快速响应为旅客提供立体高效的应急服务保障 1月24号起 在南昌开往北京西的直66次列车上 首次推出全国首批智能自动售货机试运营 让星级服务和科技元素走进车厢服务旅客 之前我们就是要在商店里才买得到 现在呢就是百价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只要扫码一下 然后就可以买到 就感觉特别方便 自动售货机有麻辣牛肉 鸡翅 核桃仁 巧克力等20多种零食供旅客挑选 在列车上 旅客用手机扫描二维码 就可以进行购物消费 这项春运里的新举措 让旅客在列车上24小时都能随时购物 人在旅途啊 手机是大家联系亲友消遣时间的必备工具了 很多火车站的火车室呢 也都会设有充电桩 来让旅客们给自己的手机充电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离开自己手机的话 就会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我们要提醒旅客 不要让手机离开自己的视线 更不要轻易地将财物交给别人保管 近日 山西太原铁路警方抓获一名 盗窃旅客手机的犯罪嫌疑人 这名嫌疑人以老乡的名义 在聊天的过程中获取信任 在帮助对方看管手机时 盗取了被害人手机 1月22号10点20分左右 一名旅客找到太原车站派出所的民警报警 称自己上厕所的时候 放在一旁充电的手机被盗了 我刚才手机就在那个地方充电 我让一个老乡帮我看一下 结果去上了个厕所出来 那个人不见了 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经进一步询问施主 发现这名老乡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随后民警调取了监控视频 发现施主离开充电桩去厕所之后 正是这名老乡将施主的手机拔了下来 迅速逃离现场 民警立即在车站广场布控 将嫌疑人当场抓获 并从嫌疑人身上找到了被盗的手机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拿了他手机了 什么手机 就是想把这个手机拘于己有是吧 心理事实上想的吗 是 最近北京站派出所民警发现 有一些不法邮商 在北京站周边低价向过往的游客 都受假冒伪劣的充电宝还有香烟 掌握了这一情况之后 民警和相关部门进行了联合打击 民警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当场查获 并收缴了不法邮商出售的假充电宝 假冒香烟 这些假充电宝外观精美 但内部做工简陋 导线很细 并大多用铁块沙子做的假电芯填充 不但不能保证充电量 还具有相当大的安全隐患 24号下午 民警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在北京站广场 向旅客展示在车站附近查获的假充电宝 这是咱们的火车站周边一些不法的油商 兜售的一些充电宝 这些充电宝 只有这里边打开以后 只有这里边这两件电池 可以正常地给手机充电 其他的都是一些填充物 包括有沙子 包括一些里边有很多纸团 都是为了增加这个充电宝的重量 不法油商往往利用旅客图便宜 或者临时急用的心理 以30至70元的价格出售假充电宝 旅客购买假充电宝后 手机只能充上一点电 或者充不上电 不仅有财务损失 还会耽误事情 你不展示我们还不知道 下次买了吗 下次买了 买这个充电宝要提防一点 要到正贵店买 据了解近期 北京站派出所联合相关部门 共清理不法油商80余人 收缴假充电宝200余个 我们知道高铁列车全程是禁止吸烟的 即使在停车的时候吸烟 也会导致烟雾报警期报警 从而影响到列车的正常运行 最近在重庆一名男子 在高铁厕所里面吸烟 致使列车晚点 被铁路警方行政拘留 1月16号中午 动22384列车京庭重庆北站时 列车烟雾报警装置 突然发出了警报声 接到报警后 列车城警在列车的卫生间内 找到了一名吸烟的男子 由于触发烟雾报警装置 男子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列车晚点 民警将男子带至派出所 做进一步调查 最终男子被铁路警方 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凡事过犹不及 比如说喝酒 最近一旅客长某酒后乘车 不仅影响了其他旅客的正常乘车 还无视工作人员的劝说 甚至是辱骂私扯城警 目前他因为涉嫌妨碍公务罪 被石家庄铁路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月19号零时 重庆至北京西的快590次列车 六车乘务员向城警报警称 有意醉酒旅客影响他人 对其却说无效 接报后 城警立即赶至现场 你到哪下去啊 到哪下去啊 啊 车票身份证我看一下呢 行吧那你就把你这个手里这个身份证啊 财务啊 各种贵重物品看好就行 鬼影 你说什么 鬼影 注意你说话啊 鬼影 你是说我的还是说他了 有没有了解我鬼影 干嘛呢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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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放下放下 哎哎哎哎哎 别别别别 我告诉你啊 我帮你进行调势做事 别别小小小小小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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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咋你啊 你别 你看把警察衣服撕坏了 你干 我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够成机型 师傅 师傅 列车到达邢台站后 城警将常某移交至邢台站派出所 进行处理 他是在车上有点那个就是扰乱秩序 咱们乘警过来就是劝警他 拿东西撒我们这个乘务员 就是拿着我们的乘务员拿着那个 打伤了没有 把那个乘警这个脖子这给抓破了 在派出所 常某称自己喝了两斤白酒 发生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目前犯罪嫌疑人常某因涉嫌妨害公务罪 被石家庄铁路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凭残疾军人证可以享受绿色通道购票和票价折扣优惠 然而有人企图利用假证贪图便宜 近日在四川顺宁火车站 一名男子使用假冒军残证购票 被民警当场识破 而有趣的是 面对民警的盘问 这名男子竟然给出了 我只是想试一下 假证好不好使的荒唐理由 我没一个想要他这啥啥啥啥啥 说我也没 拿白 那他们之前刷啊 这歪子刷不起啊 他们说的 你刷不起嘛 你刷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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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不起啊 最终 铁路警方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 依法给予该男子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乘坐火车出行的旅客逐渐增多 有一些旅客心存侥幸 通过伪装隐藏等方式 携带一些违禁品近战乘车 不过铁路民警火眼金睛 严守安检防线 近日山西太原铁路警方 在执勤的时候 就查获了一名携带管制刀具 企图蒙混过关的旅客 近日 山西太原站派出所民警 在进站口安检查危过程中 发现一名旅客 携带一根可疑的铁棍乘车 通过民警的仔细询问和检查 发现这根铁棍里面 竟然隐藏着一把30多公分长的管制刀具 您好 先打开你的行李 进行一下检查 这是什么呀 这是玩的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小玩具啊 刚才买的 这是干嘛用的 没啥用啊 平时用来玩一玩而已 怎么玩的 这个玩具是 这是一个普通风的 来 我看一下 你现在还没有使用 这是普通玩具啊 平时喜欢 喜欢这些 都都这样 别动 没啥用的 这是 没啥用 这是 浮藏 不知道这是管制刀具啊 这没开认 开认子明显的 我是太原火山太原所民警 因你涉嫌鞋带管制刀具 你去进入公共场所 现在普通船换你到派出所进行调查 你说说 姐姐跟我们走 与此同时 铁路警方也提醒 乘坐火车出行 严禁携带毅燃易爆管制刀具等危险品 在出行前 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行李物品 是否有禁止携带物品 避免给自己的旅途带来不便 每天经过安检乘坐火车的旅客成千上万 想要从中找到某一张特殊的面孔可不容易 在广东湛江有这样一位安检员 仅看了一张照片 就从过机旅客中发现了要找的那个人 1月22日上午 21岁的小郑和其朋友来到广东连江站 准备乘坐火车回老家 来到售票厅 小郑随手把手里的电脑包放在柜台上 离开后忘记拿走电脑包 通过监控 民警发现 小郑和朋友离开售票厅时 柜台上的电脑包引起了一名红衣女子 和一名黑衣女子的注意 随后 红衣女子拿走了小郑的电脑包 民警将这两人的照片 展示给安检员作为提醒 下午2点左右 安检员在工作中 发现一名过机旅客 很像是侵占小郑电脑包的黑衣女子 便联系直亲民警 原来莫某当天陪同徐某来到车站 发现电脑包落在了柜台上 抱着侥幸心理 两人一商量 由莫某将电脑包带回了家 本以为不会被发现 结果还是被民警找到了 本月23日 银川铁路公安处民警 经过缜密侦查 在银川市金凤区某小区单元楼内 将涉嫌故意杀人 此后犯罪嫌疑人辗转多地 逃亡23年 终被抓获 张庆盛 男1966年3月出生 河北省县县人 1996年3月13日 张庆盛与本村村民张某等三人 因为经济纠纷发生肢体冲突 打斗中 张庆盛用刀 将张某刺死后逃跑 随后 张庆盛因故意杀人 被河北省县县公安局往上追逃 2019年1月 一份协查通报 让张庆盛的逃亡生涯 画上了句号 河北县县警方 发现化名为李伟的这名男子 与23年前的那起杀人案 在逃嫌疑人张庆盛很像 请求宁夏警方协助核查 接到协查通报 银川铁路公安处侦查员 立即开展工作 最终锁定了出没租住 在银川市金凤区银皮院小区的李伟 这个叫李伟的男子 正是当年犯下命案逃亡的 嫌疑人张庆盛 1月23日上午9时许 就在张庆盛走出出租房的一刻 早已钉钉在周围的几名侦查员 迅速上前将他擒货 经初步审查 张庆盛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春运面孔 在九景区铁路眉山一号隧道的上方 裸露着大大小小的石头 为了高铁的运行安全 英坛公务段的桥碎工们 要时常攀上陡峭的山坡 对危险石头进行排查 山上的气候多变 在大雾天里面 铁路工人仿佛是在云端行走 九景区高铁线路上 在景德镇与雾园区间 有一座眉山一号隧道 与周围被绿色植被覆盖的山体不同的是 隧道的上方 有数以万计的石块暴露在山体表面 一个个被钢锁网覆盖着 每天有六十多趟高铁 从隧道飞驰穿过 为保证高铁安全运行 南铁银潭公务段的职工们 身穿安全吊带 手拿检查锤 在陡峭的山坡上 承担着及时处理危险石头 和检查钢锁网的任务 这种石块石 它比较松脆的 我放到手上一瞧 它都会瞧上来 所以我们就是 平时我们检查的时候 要把这种表面笼 已经所谓 已经松动的 这种石头 我们要把它撬起下去 眉山高两百多米 虽然不高 但周围群山环绕 气候变化很快 让人措手不及 给检修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此时的检修进度 要比计划慢了不少 午餐只能在山上解决 马上就是猪年了 你看我这身后的石头 像不像一只小猪 你觉得那个突出来 像不像一个猪鼻子 猪嘴巴猪耳朵 目前这个车间的成员 主要都是90后 刚来到车间的时候 这些刚刚走出象牙塔的90后门 从大城市的繁华 一下子来到了偏远的石头山上 重复着枯燥乏味的工作 心里有着很大的落差 我家离这边有2000多公里 每年只能回一两次家 刚来这边工作的时候 感觉特别的枯燥无聊 但是慢慢也坚持三年了 我今年准备和我的女朋友 要在这边结婚了 而且我女朋友的父母 听说我在高铁工作 也很支持我们 有了家就能像这些石头一样 扎根在这里 经过几年的打磨 这群外表青涩的年轻人 早已完成了 从懵懂到成熟的转变 他们在旅客看不见的地方 默默用自己的付出 守护着这条千万旅客的回家路 二连浩特是我国与蒙古国之间最大的陆路口岸 每周有四趟国际旅客列车从这里通过 由于我国与蒙古国之间铁路轨距不同 出入境的列车都要在这里更换转向架 那从事这样一项工作的人 通常被称作是国际列车的换轮人 今天我们就一同来看一看换轮人的工作 每周日的晚上10点30分 二连浩特国际列车换轮库里的温度 会降低至零下30摄氏度左右 从莫斯科发往北京的快四次国际旅客列车 缓缓驶入换轮库 由于蒙俄铁路是1520毫米的宽轨 而我国是1435毫米的总轨 通过二连口岸的每一趟国际列车 都要在这里更换转向架 我们现在正在更换车沟 因为从国外回来的它采用的是俄式的车沟 必须得换成咱们中式的车沟 才能跟机车进行正常的连挂 才能使它在轨道上正常的运行 这趟列车途经寒冷的西伯利亚雪原 每次从境外回国转向架上 都结满了混合着冰雪和排泄物的大冰坨 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国际换轮库里 换轮工不仅要为列车换转向架 还要手动清除掉转向架上的机冰 建起的冰茶经常弄得满身满脸都是 整个换轮过程中列车上的旅客还留在车厢面 每一道工序都要严格按照标准执行 因为这关系的国际列车的安全正点和国家形象 一个半小时后完成换轮作业的快四次国际旅客列车 正点驶出换轮库 继续向南驶向北京 在广西南宁有这样一群铁路职工被当地人 戏称为黄金电车队 为什么叫黄金电车队呢 那是他们身着黄色工作服 骑着电动车穿梭于南宁市区的大街小巷 紧锣密鼓的备战春运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黄金电车队的一天 看一看铁路通信部门是如何守护旅客回家之路的 列车运行是通过光缆进行信息传输 由于南宁市区密集施工 再加上近期南方阴雨天气频繁 极易造成通信光缆接头和进水 河内的光缆受潮后 光缆使用效果会大打折扣 轻则影响信息传输速率 重责中断司机与车站 列车调度指挥系统等相关铁路行车业务 严重危及高铁列车的行车安全 李鸿旗所在的公区负责防护的 室内管道通信光缆有30多公里 因为地处闹事 加上夜以继日的施工 给光缆巡查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为方便走街串巷 他们选择电动车出巡 而且专门手绘了一个室内光缆进路地图 细化楼洞 街道 标注好光缆走向和具体位置 便与大家开展巡查 春运开始后 光缆维护的任务更加艰巨 工区职工平均每周要巡查两次 每次巡查里程达270公里 检查光缆景120个 我们要保证通道通信正常 不能中断 光缆里面的光纤跟头发四样细 而且是玻璃一样碎 作业的时候必须沉着冷静 大胆心细 桂林北站有18条古道 列车进出站必须按照信号指示 停靠或驶出 在桂林北站运转室内 不到40平米的房间里 陈列着13台闪动的显示屏 车站值班员和信号员 呼唤应答的术语交流此起彼伏 为春节回家旅客的平安出行 保驾护航 我们这里是桂林高铁 苏柳的新站和大佬 每天大约需要揭发列车310多趟 平均每4到5分钟 就有一趟列车到达 好 进入今天的每日一站 今天我们带您去 新乡的乌鲁木齐站看一看 乌鲁木齐站是 南新高速铁路的西端终点 也是新疆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 铁路客运的集散地 它的造型体现的是 天山雪海 丝路明珠 这样一个设计意象 以流线型的造型 从大地升起 圆润光洁 就像一颗西域的明珠 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中文字幕提供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提到体检 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到医院 我们去做抽血 包括一系列的严格的身体检查 然而最近出现了一种 叫智能筛查机器人 这个仪器号称 用两分钟的时间就能检测出 我们身体里70多项健康指标 神奇吧 听上去特别的神奇 为了验证这智能筛查机器人 检测结果到底准不准 记者是特意提前去医院 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在拿到了体检报告之后 他再在智能筛查机器人上 进行了亲身体验 记者根据机器的语音提示 先是用手机扫描了屏幕上的二维码 随后关注了相应的微信公众号 机器默认记者性别为女性 按照提示 记者将双手覆盖在 手掌传感器上的电机片上 面部正对摄像头 此时屏幕上出现了该机器 正在检查身体各部位机能的提示 等待了一两分钟检测完成之后 记者的微信上收到了一份检测报告 记者点进报告完善身高 体重年龄等个人信息 输入记者手机号支付19.9元 看到了这份所谓的体检报告 这份报告一共分为综合分数 亚健康风险 快乐指数 睡眠质量 实时状况 免疫能力 消化能力 代谢能力 女性功能等 一共13项内容 测试报告显示 记者的检测分数为89分 为亚健康一级风险 快乐指数为压抑 免疫球蛋白和雌激素轻微异常 建议补充维生素B6 钙和心等 还给出了相应的膳食建议 但是记者此前在医院做的 体检报告中 这些健康提示项目均未显示异常 相反 在医院体检报告中 显示异常的项目 在康家健康的检测报告中 也均未提出 随后 记者更换手机号码 重新注册检测 所检测出来的结果 与记者第一次的检测结果 大不相同 此次的健康检测报告中 记者的评分仅为84分 显示为亚健康二级风险 快乐指数为愉悦 原本检测出吸收能力正常 此次的报告中显示偏弱 原本检测的代谢能力正常 此次显示为 脂代谢和蛋白质偏弱 建议补充的维生素 也变成了和之前不同的 B3 铁等 为什么智能机器人 测验的结果和医院体检报告 不一致 甚至同一个人 前后两次测试 结果都不一样呢 记者为此电话咨询了 该公司的客服人员 我们这个不是医疗体检 就是您它不诊病断病 我们是注册在这个计算机 计算机领域的 就是其实它是通过 它数据运算或分析得出的 一份报告 就是我们做的是 一个大数据趋势关联跟踪 然后为保证趋势的 这个参考性 我们只能建立 唯一的一个健康网案 就是在您注册的时候 您先对那些信息 后来去识别的 如果识别到 同一个人使用两个手机号注册 那么第二次检测的数据 就会随机匹分 以下一份结果 那么您第二份 做的这个报告 就不具有参考价值了 但是你这个有点说不通啊 因为识别到我本人的话 应该就跟我几分钟之前 我的这个直身体状况 打分应该是一致的 它不应该就是乱匹配啊 你们肯定有一个侧重吧 到底是以我本人 这个现场侧的为主 还是以你们这个 已经认定的这个 存档的数据为主呢 另外呢记者还发现在这样一个 康家健康APP 以及公众号当中 内嵌保健品 还有名义问答 等等诱导性消费 记者打开康家健康APP 点击品质生活选项之后 页面转入了康家商城 此前检测报告里 建议记者服用的各种维生素 在这个商城里都能找到 此外还有钙片鱼干油等 各种各样的保健品 记者在点击名医咨询选项之后 出现了按科室找医生的 名医问答页面 医生均来自北京各大医院 消费者如果想要咨询病情 需要在线支付金额不等的咨询费 我觉得这个测出来的东西 真不能轻易相信 回头它 因为现在很多这种类似 就是咱们全体叫它 伪健康类用品嘛 它总是给你一些不好的信号 然后很多特别是老年人 它会轻易相信 它会吃一些所谓的保健品 既浪费钱 又可能耽误真正的病情 这种东西欺骗性还是很大的 医生表示 这种智能筛查机器人 可以看作是一种 用于提示身体价健康的玩具 任何涉及健康指标 特别是人体成分含量的指标 最精准的还是血液生化的检测分析 如果机器单纯 通过你输入的一些数据 我觉得目前诊断疾病 不是非常的准确 人是一个活的机体 它变化的参数很复杂 需要结合你的临床症状 体征 还有很多很多的指标 我们才能做出诊断 看天下 继续我们的走进钻石线路系列报道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地方 是重庆的南川 给我们做导游的 是重庆市南川区的副区长康平 它为我们推荐的行程是两天的奇幻之旅 据说在南川有两个奇幻 景观奇幻和体验奇幻 那这奇幻之旅的第一天 要带各位一起去感受的 就是天空之境一般的湖面攀岩 在50层楼高的瀑布上玩瀑匠 这玩的就是心跳 来感受一下 这里是农岩城 金伯山的地域的阳光 从这里升起 披着金色朝阳 开始我们第一天第一站 全球最典型卡斯桌山 这里是金伯山巨屏风 冥冥不断地等牙 像一幅巨大的屏风 跟我来攀山越水 飞檐走壁 飞拉达 让不会攀岩的人都可以来感受 金伯山悬崖陡峭的险境和美妙 我都行 你还不行吗 好 在50层楼高的瀑布上玩瀑匠 在群山环抱 竹林之边溜索 在这里玩的就是心跳 来金伯山吧 这里是勇敢者的乐园 钻石陷入第二站 瀑洞寻宝 地心之鱼 二球再动 昨天就让太阳东西 哇塞 越深入金伯山古生物洞穴 越会发现这是一次探索自然心脏的旅程 古佛洞位于金伯山大睡佛的心脏 穿过七十二道拐 就可以看到三个足球场大的古佛洞大厅 哇 真是漠然开朗啊 看 这洞内仓球就像是浩瀚的星河 如人间心境 刚才玩的攀岩和溜索说实话 看着确实挺刺激的 那在重庆南平的金佛山啊 还有洞穴 峡谷 绝壁 湖泊在等着各位 那喀斯特地貌的全面性 让游客可以一次性就能够把 各种户外极限运动全部感受到 所以我们接下来第二天的奇幻之旅 继续出发 奇幻之旅第二天 让我们用另一种视角欣赏金佛山 飞越丛林 现在我在南川的山沟 整个金佛山地球生物基因控 都在我的脚下 看看 看看 这是符号 金佛山的符号 野外数量比大型猫还要少得白甲 大黑夜猴 真要有复制人才能见得到啊 金佛山一方伏地 水资源丰沛 植被充满 这在喀斯特地貌环境中较为少见 让我们尽情地玩水吧 漂流 温泉 皮滑顶 峡谷秋仙 金佛山玩水 爽 今天的晚餐就是金佛山下矫正的溪水火锅 接下来我们再到江苏省北部的淮安市淮阴区去看一看 这个地方四季分明气候一人素有杨兰王后之称的蝴蝶兰就在这个地方生长 本来呢 蝴蝶兰它是洗暖胃寒 适合在15到20度里面生长的 可是当下呀8万多株蝴蝶兰却在淮阴迎来了冬天当中的绽放 50多个品种组成的60多个景观节点 为当地群众提前送来一份新年祝福 那月寒冬 位于江苏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的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却是一派暖春的景色 8万多株的蝴蝶兰却在迎东绽放 吸引了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们前来观赏 没想到在大冬天有这么美的蝴蝶兰真的很漂亮 很开心来到这里 淮安的蝴蝶兰不仅好看 还给当地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效益 这里的蝴蝶兰主要销往日本和欧美国家 每年出口超过300多万株 创造1亿元以上的经济效益 兰花带动了当地特色农业的发展 贫困户也因种植兰花脱贫致富 我们基地为当地提供了一大批的就业岗位 每年在我们这边工作的员工可以增收2万元左右 解决了200个就业岗位 为当地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和农民就业 提供了一个好的途径 我们早见秀听说看不够 各位早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早见秀 我是龙阳 这个要过年了 得聊点热乎的事 聊什么热呢 当然就是表情包热了 要说到这个表情包 尴尬了怎么办 来一张表情包 冷场了怎么办 还是来一张表情包 在这样一个斗徒的小时代 表情包已经成为了人和人之间重要的社交手段之一 甚至是成为了一种时代文化的象征 这不最近 微信就公布了2018年度的数据报告 表情包正在出卖你的年龄 在微信里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独特的说话风格 微信表情也让人们的沟通变得有自己的特点 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群体完全不一样 00后特别要用五脸这个表情 而90后它是一个破地微笑 边哭边笑一种欢乐的态度 而80后是一个呲牙笑脸 感觉是一种笑对一切的感觉 70后呢 总爱偷着乐 咱们生活中一定是非常乐观的群体 而我们55岁以上用户群体特别爱点赞 然后我们叫它最慷慨的鼓励家 你不小心我就寄生50多的那个行列了 我也特别爱点赞 听说每一个长辈浓度高于20%的微信群当中 都会诞生一种神秘的力量 就是这种长辈专用表情包 大家看一下 是吧 比彩虹还要绚烂的颜色 这和上世纪80年代的审美 那是无缝链接 是吧 你看看这艺术字体 每一样都和当今的主流审美背道而驰 但是为什么偏偏这样的土味表情包 受到了长辈们的喜爱呢 主要是这种自称一派的正能量美学 有没有 虽入晚年 但是长辈们从不哀叹 生活怎么又对我下手了 而是不分时间场合积极送祝福 送阳光 送鸡汤 送养生 时不时呢 还会再吟上一首相逢即是圆的五言绝句 如此情怀 冷漠的莫兰迪色当然是无法表达出 这份生活的热情的 所以颜色能多鲜艳就多鲜艳 最好还配上 bling bling的效果旋转加持 虽然这种聊天的方式过于花哨 但是毕竟啊 代表着长辈们最直白的一种关怀 所以不多言 只管感激涕零的收下就好 当然爱用表情包不是说现代人驾驭蚊子的能力在下降 而是我们有了更多新的表达方式 这种表达呢甚至可以超越语言的壁垒 实现跨文化的传播 什么 啊 Aaah aww Your friends are holding you back from texting her Mann Don't do it oooo you don't you za chè Oh i mean they begging and know what are they're pleading I think either one Help me please Help me please Or I mean It's like a cute little Asian baby If you saw like your ex boyfriend's new 如果她不是太可愛的女朋友 或者她不是太可愛 那你以為她應該是 我可能會把你送那面 會不會被她打開 會不會被人家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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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他在被人家打開 那是我後面的 曾經有某自媒體作者做了一個實驗 說十天之內不准寫一個字 任何人交流都是用一張表情圖 就是你說任何問題 你都得想辦法用表情圖來傳達這個意思 結果發現十天下來得出了一個結論 雖然複雜的問題單靠表情包 是很難描述清楚的 但是湊合活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俗話說得好啊 自古深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得人心 所以各位少年不要把錢浪費 在那些收費的戀愛俗成班裡 多存點表情包才是真的 據說只有心靈相通的人 才能够get到其中的深意 大家可以看一看 這一串代碼 化學朋友一眼就看出來 這不是化學元素嗎 那好啊 看出來之後你準確地把它唸出來 你試著唸一下 然後你就發現了這當中的玄機 是吧 我就不賣關子了 其實連著把它唸下來就是 親愛的我 親愛的我真的 我愛你 算了算了我直接翻譯一下吧 應該就是親愛的我深愛著你 你可以 你不可以不理我 心裡不可以有他人 架我吧 簡直比摩斯馬還好用 但是前提是你喜歡的人 他也得懂化學對吧 不然就是像我一樣 念半天念不下去了 算了你還是翻牌子走吧 學霸們的套路總是很高級 但是對方聽不懂就白搭 那比如說文藝土豪的三行情詩表白法 這個就簡單易懂很多 可以說是直擊人心 是吧 有人就說了 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 但它不能夠限制我的愛情 你沒聽說過嗎 世界上沒有一個表情包促成不了的愛情 如果有 那就兩個 再不行 三連發 如果三連發還是敗 表情包裡有哭臉的呀 一個一發呀 其實表情包 並不是現代人的發明 古人很早就玩起了表情包 你說你去一趟博物館 你就會發現 那些歷史文物 那才真的是一群千年勞戲谷啊 管理是不是想捧毫我呢 真的嗎 真的嗎 哦喲 是時候表演真正的技術了 哇 比心比心 這算什麼 98K電眼 了解一下 Turn it up 收到了一萬幅的寶劑 若要論演技 我們才是千人千面的老戲精 見到皇上會怎樣 皇上 見到大臣會怎樣 哼 見到粉絲呢 嗨 哼哼哼 作為中國的愛抗 我們不紅 是紅不容 1 2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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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什麼聲音 真太棒了 1982年 美國的法爾曼教授 輸入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張電腦笑臉 風靡全球 後來呢 日本的網民發明了閻文字 到了03年啊 真人表情包鼻祖中的小胖出現了 再之後啊 這個真人表情包就正式大行其道 很多的明星呢 因為表情包一夜被黑 但也有明星 因此更加走紅 你想要多少 兩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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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口氣啊 好大的口氣啊 這誰的字 羅志倩 太漂亮了這字啊 好大的口氣啊 凡是深愛丈夫的女子 不是願意看著自己深愛的丈夫 與別的女人恩愛神子 臣妾做不到我 臣妾過不到我 臣妾 臣妾過不到我 可不啊 屬於她的妻子 其实不仅这些 这个韩国演员崔成国 他扮演的角色金馆长 因为哭笑不得的表情 使得他在中国知名度大增 为此崔成国在新浪开微博的 第一条消息 就是金馆长的这个剧照 还有那些音速表情包一页 因为这个表情包一页 爆红的草根明星 你比如前两年大火的 美国那个假校男孩 还记得吧 托马斯 还有韩国的那个 都嘴宝贝宋明国 以及中国的发际线男孩小吴 要说起来 他们的走红经历 其实也都是非常偶然 事实上表情包的商业价值 已被不少公司关注 也成为了各方竞争的蛋糕 你说这个明星官方出品的 正版表情包 不仅是宣传的工具 圈粉的利器 它还能带来实际的收入 根据报道说 早在2015年 微信的表情库 就推出了明星的表情包 一套收费是6块钱 下载量非常可观 从这个最初 利用名人简单的PS 到现在 更多原创表情包的出现 那很多的作者 自己就开始走上了 变现之路 你在用表情包聊天的时候 别人已经用它赚大钱了 这个表情包你一定用过 白皮肤 圆脑袋 滑稽表情的乖巧宝宝 简直就是表情包界的红人 它的创作者是今年24岁的中超能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当初自己在微信平台上 上传的表情包乖巧宝宝 会突然火了起来 并且还给它带来了第一桶金 大概有50万呢 目前乖巧宝宝系列的表情包 下载量已经有1.5个亿 发送量也接近50个亿 中超能带着自己的表情包 作品参与了几场博览会 成功签约了公司 并获得了投资 据说投资的级别 已经到了百万级 哇 这个时候表情应该是哇 两人两人眼睛貌欣欣欣是吧 从平台赞赏 平台分成到IP授权的 衍生产品的开发 表情包文化一步步走向 产业化之路 我们说表情包虽好啊 但是使用起来呢 也还是有讲究的 尤其是用到真人表情包的时候 不能够随便地滥用 更不能够随便地商用 要说起来 曾经一度风靡的葛优堂 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表情包就曾经被葛优本人 以侵犯了肖像权为 由告上了法庭 而前段时间在过圣诞节的时候 那个很多人发的剧照当中 咱们中国那个男演员 是吧 红衣服 白胡子 红帽子 人家现在也走上了维权之路 那当时呢 这个葛优堂案件怎么判的呢 就是一龙网公司被判处了罚款 并且要进行赔礼道歉 所以这几年 我们看到表情包文化 在给我们带来 很多的欢乐的同时 也带来了很多赚钱的机会 尽管它很流行 但是在使用当中我们也要坚守底线 玩笑有度 遵守法律 尊重他人 当然眼下快要回家过年了 除了陪爸妈逗逗图之外 不要忘了陪他们也逗逗嘴 唠唠嗑 是吧 把表情用面对面的方式 交流都呈现出来 好 今天的洋洋大观 我们先说这么多 接下来来看画龙点睛 本周都有哪些 趣味上 21号 一家公司发布了年假通知 称给30周岁及以上的单身女员工 15天的春节相亲假 含7天的春节假期 和8天的带薪假期 该公司表示 这是给员工的专门福利 我们就是给到员工的一个福利 只有这个长时间 那其实多一些时间的话 能够多一点机会去接触 如果说员工 比如说到了这个年龄了 他能够先安居 那肯定是能够乐业的 应该是说公司会受益无穷 有远见 有格局 好公司 是吧 30多岁的女员工 一大把都相亲聚吧 问题是到这年纪了 还单身呢 14天有用吗 半年假怕都是不管用的 对吧 再说了 你给女员工都放假了 男员工不放假 请问这女员工上哪相亲去 估计女员工们要说了 这下更不能够结婚了 不然一年我少了太多的假期 其实我觉得这老板 这招挺聪明的 谁会真的修啊 这一修 全公司都知道 你这年纪超30了 压力太大 不修了不修了 最近网友发布了一段高铁 写飙车的视频引发热议 网友称 乘坐上海到北京的复兴号 后面突然追上了一个和谐号 于是两车齐头并进了一会儿之后 这复兴号决定要给对方 一点颜色看看 突然就提速奔驰而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个火箭追他 当然专家对此表示说火车啊 都是自动运车控制的 不存在互相飙车 但是实不相瞒 每一个看了刚才这段视频 都满满的骄傲 是不是啊 中国制造 厉害吧 前几天呢 泰州近江的一男孩 期末考了全班的第一名 于是失信大发 爬上了十米高楼顶 谁知 想要下楼的时候 却因为恐高被捆楼顶 只好站在楼上呼救 林景在现场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考试得地固然可喜可贺 但是不能够以危险的方式来庆祝啊 不然会乐极深悲打 哎呀 现在的小朋友都这么可爱吗 少年不识 愁滋味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未付心思 强说丑 那么问题来了 小学生想要付什么诗呢 我与尘封归去 有空 重楼于 啊 高处不胜寒 是这句吗 还是太年轻 不知道独自莫平栏吗 要请家长和孩子都要树立正确的成绩观啊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下一条 最近呢 在南非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内 一长颈鹿 遭到了六头狮子的围攻 其中有一头狮子 甚至是爬到了长颈鹿的背上 场面一度僵持不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长颈鹿的个子真的好高啊 估计它又郁闷好几天了 哎 几天不洗澡 身上竟然长狮子了 啊 是吧 搭了四个小时睡逢车 你一毛钱也不给踢死你们啊 估计狮子郁闷了 我真不是非要在你身上趴着 关键是我下不去了啊 所谓坚持就是胜利 倒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 只是以后要多洗澡了 不然时间久了 身上真的会长狮子啊 好嘞 接下来进入龙阳请回答 来看本周网友都问了啥 网友草木如枝提问说 为什么手指上戴戒指一类的东西 用点力就可以带人去 但是却很难拿下来了 哎呀 因为这样才好 让你名正言顺的把它买走啊 店员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对你说 女士 强行摘戒指 可能会伤到您的手指 您还是买的吧 您和他很有缘分 您看您戴上这都下不来了 别人一戴 一去就下来了 网友小林一查提问说 小姐姐平时出门都用哪种交通工具 哎呀 分情况吧 出去玩呢 喜欢开跑车 谈事情呢 喜欢开商务车 休闲呢 喜欢开保姆车 当然我开的最多的还是玩笑 网友晚晚不太远提问说 为什么医生写字都很狂野 这个相信大家都有这种体会 每次看这个病 这个诊断的时候都觉得看不懂 对吧 那很多的病患 都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可以理解 开方子当然是越快越好 对吧 因为那么多的病人在排队 但是最关键的原因是 人家医生写的东西 本来就不是给咱们看的呀 那是给护士和药剂师看的 而为什么他们能看懂 建议你去找一本书 名字叫做 医学处方缩写词典 那就和记者的速记手册一样 这都是有代码的 怎么写 怎么记 他们有专门的暗号 之前网上就有人晒过 相信你看完之后就会明白了 自己不学医 一个是没天赋 再一个可能也是对的 好了 以上呢 就是今天早前秀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相约明天早上的八点半 准时相约 好 欢迎回来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 八级电视纪录片《深圳故事》 1月21号起 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 今天晚上19点56分 将会播出第六集 《创造创新之城》 我们先一读为快 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 八级电视纪录片《深圳故事》 1月21日起 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 1月26日19点56分 将播出第六集 《创造创新之城》 1979年 深圳全市只有两名科技人员 一名是拖拉机维修工 另一名是兽医 然而今天 这座城市 已经拥有41名全职院士 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就达到5.6家 华为 腾讯 比亚迪 中兴等等 一个个人们熟悉的企业 都诞生于这座城市 深圳 深圳凭什么成为高新科技企业的聚集地 第六集 创造创新之城 将揭开小渔村 惊人巨变背后的成功密码 来 这也是成功密码 就是多读书 读好书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叫做动物音乐家 那这本书呢 是介绍了14种世界各地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 然后呢 插图和照片非常的精美啊 可以让大家通过这些 更好的 更方便的 也更有趣的知道 聪明的动物是如何通过声音来传递信息的 又是如何好好的交流的 特别适合周末时光 大人带着孩子一起来阅读 很遗憾的是 这本书附着的CD 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场听了 如果是马上播放起来的话 大家可能就真的了解到 这本书的名字的来由 动物音乐家 到底是为什么要起这样的名字 所以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来摇一摇 看能不能够摇到我们这本好书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今天的互动话题 叫做如何减少消费侵权的行为 我会找到幸福 他说减少消费侵权行为 一方面呢 要完善投诉渠道 另一方面要加大惩处力度 这个堵漏与治理双管齐下 红果果说 对商家建立大数据的黑名单 令其一处失信 处处为难 网友行健 他说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 同时消费者要理性消费 不要相信商家的夸大宣传 同时要提高维权的意识 遇到侵权行为 要坚决维权 好的 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来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 并参与互动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收看 再见 早上好 来看天气 马上就要到北方小年了 春运回家路上的朋友 也是越来越多 那么在天气方面 今天东部地区继续保持 晴空万里的格局 可以说非常利于春运出行 高速当中 比如说京港澳高速 神海高速 长生高速 是全线在阳光当中穿行 可谓是一路顺畅 不过晴朗也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干燥 所以说回家路上 一定要注意多补水了 那么在气温方面 今天黄淮到华南 气温还会继续下滑 个别地方的降幅是比较大的 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南京 上海 杭州 最高气温都会从 昨天的12度左右 降到今天的5度上下 大家也是要记得 及时的添加衣服了 那么在中西部地区 今天的回家道路上 可能没有那么顺畅了 因为雨雪天气会增多增强 比如说青海 甘肃 宁夏 陕西等地 都会有小雪 或者是雨加雪出现 另外在四川的东部 贵州 云南的东部等地 依然会有阴雨天气相伴 虽然说这些地方 雨雪强度都不强 但是可能会造成 道路失华 或者是结冰的情况 提醒大家 走高速的话 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 开车一定要集中精神 放眼全国 今天降雪强度最强的地方 依旧是出现在西藏的东部和南部 会有中道大雪 局地暴雪 甚至是大暴雪出现 那么提醒大家 这个出发之前 一定要咨询一下 相关的道路通行状况 另外一定要注意开车的安全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 天气预报 北京请转多云零下五到五摄氏度 二宾请零下十四到零下六度 长春请转多云零下十一到零下二度 沈阳请零下十二到零下一度 天津请转一零下二到六度 呼和浩特一零下十二到一度 乌鲁木齐请零下十五到零下八度 银川一零下九到一度 西宁多云转小雪零下十二到二度 兰州多云转小雪零下八到四度 西安一二到六度 拉萨小雨转多云零下五到八度 成都因转小雨七到十度 重庆因九到十二度 贵阳因四到八度 昆明多云四到十七度 太原请转因零下十三到五度 石家庄请零下四到六度 济南请转多云零下二到五度 郑州多云零下二到六度 合肥请转多云零下二到六度 南京请零下二到五度 上海多云一到七度 武汉多云一到十度 长沙多云四到十一度 南昌多云二到十度 杭州多云转庆零到六度 福州多云六到十三度 台北小雨十二到十五度 南宁多云十二到二十度 海口音是七到二十二度 广州多云十二到十一度 香港多云十四到二十度 澳门多云十五到二十一度 北京请转多云零下五到五度 比较一到十五度 花儿踏起的阵躁 最美是他的舞蹈 要让第一时间盛开 让全世界的微笑 第一时间 与新鲜见面 一眼是山下左右 和你心的中间 第一时间 与新鲜见面 一眼是东西南北 和未来的身边 就在第一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